为了落实畜牧分尿循环经济回收氮肥政策 环保署与农委会共同推动畜牧分尿资源化利用策略 以弃作方式示范 邀请农民使用藻液藻渣湿罐红豆作物 成效良好 配合的农民李太太表示 利用藻液藻渣湿罐后 除了化学肥料使用量减半 作物也比较不容易生病 收成更好 好处相当多 又可以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我们每年在浇灌地区 也都会做土壤的监测 那推广下来我们监测的结果 这个土地上的重金属 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所以这个部分是持续在推动 请各位农民可以放心 畜牧分尿资源化是一个永续发展的农业模式 将找一找家转换成有用的肥料 同时降低农业和化肥对农药的依赖 为台湾的土地环境带来更多福祉 检查华畅报道